你好 今天就当是聊聊天 今天也没什么主题 因为这两天在推特上看到安吉丽娜朱莉的视频 她到乌克兰利伯夫去 最早的那段视频是她在一个咖啡厅里面 然后有人过来找她签名 她跟别人合影跟大家打招呼 而且穿的也很朴素 也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 简洁大方 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她是作为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 在全世界各地叛访这些难民营 也是她的一个慈善事业 她去了利沃夫 然后后来还有一段视频 我看到她是在利沃夫的车站 她跟躲在里面的小女孩聊天、做游戏 然后后来空袭警报就响了 响了之后她跟一大堆人就撤了 然后也有一些新闻爆出来 那么安吉丽娜朱莉 我今天写的主题 是我跟她的一面之缘 其实也是开个玩笑 是在纽约碰到过她 当时就印象很深刻 就是当时是我在纽约的迈哈顿 洛克菲勒广场 那个广场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乐高玩具店 然后因为当时我是带着游客在游览 我们自由活动时间 我说你们五大道去逛去吧 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集合 然后客人就自己进去逛街 逛商店去了 然后我就在那歇着 然后在那歇着 坐在旁边有个餐厅 旁边有椅子 在那歇着 然后就从39街、40街那边 呼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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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了一辆车 一个大的黑色的凯拉克的SUV Full Size Full Size那车很大 原来我也有 然后疫情期间就没生意 就把他给卖了 就很大的一个车 然后从那边过来 然后他影响 为什么他过来之后 他周围有一大堆人跑 围着那辆车跑 拿着照相机追着那辆车 还有蹬着自行车的 还有是开着小车的 还有骑摩托车的 前后就围追堵截对那辆车 哎呦就呼噜噜噜噜过来 我就感觉到 哎呦这什么呀 我还想 是不是什么政府车队 但是没有警车也不对呀 然后就唰 那车很快啊 就停在那乐高玩具店的门前了 就这帮这个拿着照相机的 就劈里扑里扑里 就堵在那车门口 哐哐哐哐哐哐 就抢啊摁的 然后我一看 哟肯定是明星 然后我就看他哐 那三四个人 就进那个乐高玩具店了 我呢好看热闹啊 我就跑到那个乐高玩具店里面去 这怎么会是谁呀 进去之后 那那店挺大的 上下两层 然后进去之后 这没人了找不着了呢 然后就看那边有动静 然后跑过去看 诶 朱莉啊 安吉利娜朱莉啊 是她 然后赶快去过去啊 就从这边钻 从那边钻啊 过去拍了一张照片啊 把我和朱莉 放在同一个镜头里拍了一张啊 因为这个角度很没办法 我就从那拍了一张 然后就拍了拍他们在店里买东西啊 呃 她当时呢 是带着她那个双胞胎的儿子的其中一个啊 因为我后来查那些小报的这个娱乐媒体的这些照片 有没有把我拍进去啊 就没没找到 没有找到有我的 只有我自己把她拍进去了啊 把我拍进去了啊 然后呢 那些小那个那些娱乐八卦新闻写的啊 她是带哪个儿子去哪儿去呢 哦 我这才知道那是她双胞胎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啊 然后就看到这帮记者 这帮记者呢 但是挺怪啊 你说他们围着车拍吧 他们不进商店打扰你 这个是我 我觉得也许是他们的习惯 或者是他们的操守啊 就是这帮那个狗仔队吧 可能也不算记者 打着照你记者 咔嚓的 她不进商店骚扰你 她在商店外头等着 在车门口等着 然后我们这些人呢 大概知道我们就进去看看 哦 然后我那张照片旁边还有个小女孩啊 在那很惊吓啊 朱莉等着在这拍照啊 然后呢 她我觉得也挺大方啊 她也并不去拒绝你那个什么 当然你店里人也没有把手机贴到人家跟前去照的啊 她也带着两个保镖啊 以前以后两个特别胖的大肚子 我心想这保镖怎么这么大肚子呢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都觉得好像史太龙啊 施法兴哥那不是 那哥俩就是就是一胖子啊 两个大胖子 一前一后 然后就是你要靠近过去跟他照相呢 他就稍微挥过手不行 你不能贴着他照 你远一点可以给他照啊 你不能说我过去咱喝个影吧 那那那那那保镖就给你拦住了啊 然后他带他那儿子的店里转了转 买了是那个 经我后来拍的照片 查了一下他买的是那个星战啊 星星球大战系列的那个乐高玩具 买了好几盒 然后带他那个小儿子结账 然后出了这个商店 然后那记者还是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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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镜头都快贴人脸上了啊 其实我看完我真觉得这明星也不容易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中国明星啊大方多了 这个你要说中国的某个明星在那带着孩子逛商场 你这帮记者就这么个围观 这镜头离人家也就一尺远啊 我有照片啊我会陆续放在我这上面 就这么近的距离拍那那你就太影响人家了 但是你这美国明星可能就习惯了啊 中国明星早跟你急了 你哪有这么拍的啊 所以呢这个 因为美国明星马他也知道 他就是娱乐板块画编新闻的一个主角之一啊 所以你也不可避免 而且那帮小报记者也不容易 骑着自行车弄个摩托车在曼哈顿里追他 交通的多堵啊 而且很难很难走啊 钱都抢着拍 后来呢我知道他们是拍这种 他们的原始照片呢 卖给网站呢 卖给这些娱乐新闻啊 是能卖钱的啊 有很高的稿费 所以就是谁拍的好 谁拍的快 谁能最早抓住 比如这个人 这个狗仔队啪啪啪 抓了几张照片 他用最早的时间 把最清晰的这个照片画面 传给这个这个娱乐网站的话 他是最早拿到稿费 那第二个人再传就没意义了 人家就想抢个头条啊 抢着发头条 就这意思 那么Angela Julie呢 我觉得我是挺喜欢他的啊 因为我看过那个史密斯夫妇啊 我觉得就是他的外貌啊 长相啊 是很有特点的 我觉得有点像希腊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中东女性的那种特点啊 还不是那种高加索白人的这种特征啊 他的这个跟Peter的那个婚姻啊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力啊 因为是好莱坞的知名的明星情侣嘛 然后呢 再有一个他拍这个史密斯夫妇期间 跟那Peter两人相爱了 然后还有很多八卦新闻啊 说人家Peter 把这个谁 Jennifer Aniston给甩了 就是那个老友记里那个Rachel啊 给他甩了 也有很多人去骂他啊 当然我觉得大可不必 毕竟啊 这好莱坞明星呢 他们也有各自的私生活 然后这个Julie呢 也有六个孩子啊 其中有三个他是领养的 然后有三个自己亲生的 我见他的时候呢 是2016年的6月份 然后后来呢 他是2016年的9月份就新闻报啊 他跟这个Peter分居了啊 我有时候还跟那个我的朋友喝酒啊 聊天 你看我跟朱莉照过相啊 我们那一块见过面 我们有一面之缘 朱莉跟我有一面之缘之后 就跟Peter分居了 然后就开玩笑啊 闲聊天 喝完酒啊 吹吹牛啊 什么的 当然也是人家根本不记得你是谁啊 你就是人家身边的空气和尘埃 人家知道你是谁啊 但是有时候拿照片吹吹牛啊 你看我跟这喝喝影啊 开玩笑啊 就当是一种玩笑啊 有时候喝喝酒聊天 所以呢 今天呢也是 聊聊这个话题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朱莉 我觉得真的也是挺挺挺正能量的啊 国内那个女星是姚晨啊 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署的亲战大使啊 姚晨也是我很喜欢那个明星啊 之前她在微博上的很多的发言 她的言论 包括她去做这个联合国亲战大使做这些事儿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另外呢 这个朱莉的父亲啊 是那个沃特啊 叫庄沃特啊 那个沃特啊 那个沃特也是一个川普的朋友 他不 他父亲呢 出名的也是 我觉得就是前年大选的时候 他父亲有一段 内心独白式的这种 很有感染力的那 那么一段视频啊 就是讲这个民主啊 什么自由啊 然后包括其实他是帮助川普拉选票啊 为川普站站台啊 也引起很多川普的这个粉丝的喜欢啊 他父亲也是个明星啊 他父亲的电影 我印象深的就是这个 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个国家宝藏啊 在那个剧里面啊 他这个沃特是扮演尼古拉斯凯奇的父亲啊 一个一个 当年就是在找这笔宝藏在哪的那么一个角色 因为那个电影我看好一遍啊 就因为当时那个片子呢 是这个他跑到这个国家档案馆里面 去偷那个独立宣言 所以当时我就看电影 我研究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可能能偷出来啊 然后我还去去独立宣言 那个国家档案馆那去看啊 去看 当然国家档案馆以后我也可以进去去拍啊 但是里面是不行啊 只能拍外观 那国家档案馆特别怪啊 里面不能照相不能照相 你其他博物馆都可以 就他那个里头不行 所以只能拍拍外观啊 外观反正就就那样 然后他当时有从那个下水道进去 我还跑到那个路边去找 到底这井盖有没有 到底能不能进去 好了根本没有啊 人家拍电影就那么拍的 所以这个也是反正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啊 跟这个朱莉啊 作为一种开玩笑 这个酒后开玩笑的一个谈资啊 我跟朱莉有一面之缘之后 他就跟皮特分手了 分居了 后来离婚了 这就是我的魅力啊 这个吹吹牛逼也瞎吹啊 好吧 祝大家节日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